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说他不会放弃搜索失踪的马航370号班机 该班机6个月前在从吉隆坡前往北京途中失踪 阿博特星期六在对马来西亚进行一日访问期间说 大约两个星期后搜索工作将会恢复 只要澳大利亚以西的印度洋海底搜索工作需要搜索就将会继续 那架飞机3月8号失踪的时候再有239人 阿博特星期六在马来西亚访问期间 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讨论了搜索工作 双方还讨论了马航MH17号的问题 那架飞机今年7月在战乱的乌克兰东部上空爆炸 机上再有289人 位奥世侯 7人 9人 9人 7人